戴着口罩接受访问 这位被诈骗的L小姐 与其当中充满无奈 原来她透过脸书加入一个股市社团 但没想到这竟然是诈骗的开始 然后也都会说有操作 然后有获利 诈骗集团打折十项最夯的虚拟货币 利用社群平台群组 在里面鼓吹投资数位货币 骗取民众投资 受害者在把钱砸下去之后 发现要领钱拿不回来 前后共有十几位的受害者 分别被骗到十万以及百万元 不等金额 根据受害者所提供的网站资料 我们实际点击这个网站发现 这个网站的logo跟名称 跟美国一间货币公司的网站 算是一模一样 用来借此博取民众信任 输入证明称真的有这个网站 只是比较一下几乎是以假乱真 而这个造假的网站 民众还得扫描QR Code 下载APP 登录资料才能够开户 然后到后面就是把你踢去 然后也不会让你登录你的账号 就会显示错误的账号密码这样 诈骗案件层出不穷 根据立委办公室统计 从107年开始 连续三年都高达了两万多件 财产损失去年更是高达了41亿元 最近接到很多的澄清案 所以在这边还是呼吁 相关的主管机关能够提醒民众 同时也希望警方 或者相关的调查单位 能够积极侦办 立委呼吁相关单位要多注意 而民众在投资时 也得睁大眼睛多看 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东东线律师姐罗旺哲 在台北报道